刚才美国本周甚至是本月最重要的经济数据 也就是8月的官方飞龙就业数据出来了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首先是坏消息 尽管相比下调后的7月的数据8.9万 有了大幅的增长 8月新增的就业的人数是14.2万 略低于预期的16.5万 不过好消息是尽管新增就业的数据不及预期 失业率却从关键的上法则触发的水平 4.3%下降到了4.2% 符合预期 总结出来就是两点 第一这个数据对拜登政府最有利了 既不是很好保证9月美联储会降息 又不是很差 当前政府又可以继续吹嘘自己的业绩了 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选举 第二从本月美联储降息的情况看 这次就业数据表现虽然不完美 但是也不足以在两周内引发50个基点的降息 这对股市还是有一点支撑的 完美 顺便说一下 美国真实的就业的数据肯定是要比公布的要差的 和过去一样 前几个月的数据也是被大幅下修了 六月的新增就业的人数从17.9万下调了6.1万人 到了11.8万 七月份的数据呢 从11.4万下调了2.5万到8.9万 随着这一修正啊 六七月份总就业的人数比之前报告就少了8.6万人了 这意味着过去四个月就业数据是连续在被下调 并且过去七个月中呢 有六次都被下调 所以这次八月的数据啊 先让拜登政府吹嘘一下业绩啊 预计呢 下次呢 也会遭遇同样的下调的命运啊